台灣的洗錢管道很暢通 消防管道也很暢通 台灣的張物的管道也很暢通 這小省他就把借來的兩億出貨 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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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萬 他就把那6600萬啊 去買那個華拉利啊 還帶女模到海外 到歐洲去旅遊 就把花光 那花光了以後 那這一個 這一個 那個被騙的這一個 年輕李老闆 就怎麼去笑呢 對 就到處找到處找 後來就抓到這個小開了 抓到這個小開以後他就告訴她說 這個珠寶已經被某一個 我們台北市議員 很有名的市議員的老婆 把她那個 那個輸走了 現在還在做市議員嗎 現在還在做市議員啊 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對啊 國民黨的啦 很愛的 本黨的 台北市的啊 幾個例子 台北市的啦 台北市的 你不要再對著 再對著他就出來了 對齁 總是問一下 因為 對啊 因為珠寶已經沒那麼多錢了 兩個字了啦 兩個字 兩個字了啦 兩個字的 台北市議員現任的 對啊 這個珠寶 既然被他的老婆 把人家又反正過程就在 就在他老婆身上 那人家又跟他要 可是為什麼 那個珠寶會到他老婆身上 那個珠寶不是已經在凍掉了嗎 因為這個小沈 就這個小沈又跑去跟這個 那個 議員老婆 議員老婆說 有一批珠寶 現在在當鋪 他只當6千6 那你是不是拿錢去把他輸回來 我可以去賣 賣到的錢 沒有兩億多啊 他說賣到的錢 賺了錢 我跟你對婚 或者說假如這個珠寶賣不掉的話 超過兩個月賣不掉的話 這批珠寶就歸你所有 那議員老婆就拿6千6百萬去輸 把他輸回來 他一輸回來就躲起來了 就騙人家說他出國了 因為他想把他拖到兩個月以後 因為他有簽一個和約書說 那他流蕩 可是他跟他約了嘛 小沈跟他約定說 你如果那個珠寶輸來之後 如果兩個月之內我們賣掉 我們一人一半 如果是沒賣掉 這個珠寶給你 兩個月如果沒賣掉 這個珠寶就變成是議員太太的 對… 議員太太就調議局 要把他拖過兩個月 對 拖過兩個月 後來就不見了 後來當然我們就有一個 就大家 人家來跟我陳情嘛 那我就想辦法把那個人 抓出來 找出來嘛 就把他找出來嘛 在整個談判過程當中 擺班 刁難擺班那個 那現在你看那個老婆 現在也被人家用詐欺 跟未詐文書起訴 那他珠寶還給人家了嗎 那珠寶他就拿了6000 又加了利息 把他拿回來嘛 可是拿回來的過程當中 他這個老婆又騙人家說 這個珠寶又在一個當鋪裡面 他在當鋪 對 那他認為說又到一個當鋪去當 他主要是說 我到這個當鋪去當啊 是不是還要再多一些 付一些利息或付一些 一個是之前在 第一個當鋪當的 一個是在之前 後來的第二個當鋪當的 其實這個當鋪 其實這個第二個當鋪是假的 根本沒有拿去當 是那個當鋪的人 跟這一個藝人的太太串通嘛 做了一個假的一個當票嘛 所以他才會被用 未詐文書起訴 這個女老闆有夠衰 選就有人要開六千 六百萬 還要給人利息 利息多少錢 對 又付了五百萬的利息 他已經損失了七千多萬 他損失去 他是珠寶借人家 竟然花七千多萬 才能把那片珠寶再拿回來 對啊